同时三重一天宫也举办普渡拜拜的活动 庙方今年准备了丰盛的贡品来宴请好兄弟 同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法会人员前程送读捐赠贡品的名单 善男逊女美人手上拿箱前程拜拜 这场由三重一天宫所举办的普渡大拜拜活动 吸引不少信众共襄盛举 一天宫普渡场面壮观 庙方特别准备了12支珠宫 来做祭祀 而附近参与信众也表示 明年只要中原普渡也一定都会来到一天宫 因为既省时又方便 一天宫举办普渡大拜拜活动 盼能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记者沈仲代华三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